你的反手是不是每次打完了以后 站不住 或者往外跑 就是因为你的步伐问题 首先我们的反手 每一次一启动完 你的第一步一定会是一个并步 这个并步会有一点点45度角 往反手区域去并 然后当你并步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要开始打这个球了 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转身 然后弓箭步 然后去击打 打完了以后 注意 由于你往这个反手去跑 有一个冲力 所以随着这个冲力 你的左脚要学会收腿 卸力 然后做一个交换步 然后再回走 所以它快一点的感觉就是 并步转身打完 做一个交换步 你每一次一封网看到机会了 或者是想要发力的时候 你会打下往或者是打出阶 因为你的动作太大了 还有一个你们没有学会点的发力 这个点的发力 首先你的握拍要握上一点 靠上一点 握靠上一点变成你的这个拍头 你的拍头就会变轻 变轻的话你才可以更好的发力和举拍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你们引拍的动作不要太大 不要针指手往后引 你们只需要引你们的手腕 往后引这个手腕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往前推动这个手腕 机球那一瞬间你的手指抓紧 手指一抓紧了以后 你就会形成一个点的发力 所以它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感觉就是这样的